好我们继续来看request的一些其他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再看一个叫only对吧 大家会发现很多方法全部都是用来过滤的是吧 它就是缩小一个选择的范围对吧 这个only它就是比如说用户变了一组数据 我们说h等于多少18 那个and它的用户名是吧 每个用户它都有用户名 user name等于什么呢 whh是吧 那它在什么呢 电话是吧 电话等于1234 这样一组数据我们回车 它有了这样一组数据 它发回来了 现在等着我们去处理是吧 那我们返回一下全部打出来看一下是吧 订阅一下request all 好我们发现你看它就有这样一组数据 好所有的数据都被打印出来了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过滤这些数据我们说only 只有什么呢 只有比如说name 我们只要name是吧 发现一下大家会发现它就返回了一个name 是吧 那如果我们传第二个参数 age只要name和age 大家发现只有name和age出来了 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出来是吧 因为这个方法叫only是吧 只有只要这两项 那么要其他的项 大家可以再好多根是吧 依次累退 好接下来是这个except是吧 第一个是only只有什么 那这个except就是除了什么其他的全都要是吧 除了 那比如说我们说除了name和age呢 那刚好相反 name和age都没了 那最后出来的肯定是什么username和phone 是吧 刷新看一下 果然是这样的 没错是吧 那除了这两个专门用来缩小选取范围的方法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叫url 这个url方法呢 专门是用来缩取用户在访问 我们在提交这个请求的时候 所以所用的一个url是吧 它发送的url 一般来说是我们自己网站的这样一个url 我们可以试一下url 我们返回一下 那我当前是在一个本地服务器 那它肯定是一个本地服务器 是吧 localhost 但是大家发现啊 我们呢 我们它只返回了这一部分 hold这一部分它没有返回 对吧 它这就是query这部分是吧 还没有返回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方法叫 ufallurl 全部全部都要是吧 ufallurl 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都有了 连query 连这个query string都有 是吧 好 那这个呢是一个请求减索 请求减索的内容并不多 是吧 大家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